跟我们一起进入本期的边学边传 过去几周我们都在说 整个收敛形态 从本期我们会说扩张形态 它的整个形态和前两期 我们说的收敛形态 正好完全相反 我们来看几个关键点 扩张形态是由多根K线组成 一般也要三根以上 与收敛形态相对应 是次要的市场反转形态 注意 它的反转形态 反转的信号点和收敛形态相比 相对要更弱一些 一般三根以上的K线组成 在高低不同的位置 上涨扩张形态最后的结果 往往是完全相反的 注意前段时间我们说的收敛形态 一般来说都是相反的 收敛的阳线一般来说是看跌的 收敛的阴线是看涨的 这一次我们说的扩张形态 它有不同的作用 关键是在于不同的位置 关键点上涨扩散形态 从较小的阳线或新线开始 它第一根一般都是很小的阳线 或者是十字星 然后出现连续多天的阳线 阳线的实体越来越大 此时成交量是否能跟随扩张形态 将至关重要 如果成交量能够不断的放大 那是什么 那就是叫量价其身 如果成交量相反不断的缩小 那就是什么 量价背离 所以上涨扩张形态 在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量 它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 我们来看一些案例 第一个 底部案例 途中的股价在经过 报复性的反弹以后 再次回落到前期低点 首先它本身是下跌的 跌到底部以后 出现爆量 连续两个涨停板 涨停板以后怎么样 回下来 在回下来的过程里面 没有创新低 然后在这一段的走势里面 连续五根阳线 大家来看一下 这五根阳线的成交量 逐步增大 每天的成交量放大 百分之十五到三十的状态 然后阳线的实体越来越大 从百分之二三 到最后接近涨停 连续五天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连续多根阳线的扩散形态 在这个过程里面 几乎是一个成交量的温和放大 那就是一个量价齐升的状态 是明显的底部反转形态的 初步确认 这里可能是机构第一次建仓 建完仓以后 回一回 这里是机构第二次推升 然后你看 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横盘 然后开始欺诈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过程的时候 你大概可以在这五根阳线的后两根 你可以慢慢地选择加入 这是一个标准的扩张形态的底部形态 当你看到这种形态的时候 成交量位置又比较低 我觉得你应该牢牢地把握第二个 第二个 这个股票就不一样了 你先看它的位置 大涨以后的横盘位置 所以从级别来看 它应该是在一个相对的高位或者次高位 在这个过程里面 图中有多个上涨扩张形态 大家看 这里都可以算作 甚至这里都可以算作是一个扩张形态 我们说的扩张形态就是阳线从小到大 看上去如果你把前面的走势拿掉 你光看这个几根阳线都觉得这个股票的走势还不错 但是如果你看它下方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成交量几乎都没有 大家看几乎都没有成交量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标准的骗局 当然这个骗我们要打个引号 这个骗局的意思是说 这个股票在拉高以后横盘的过程里面 它不断地做出各种的假象 来给你引诱你怎么入局 这类图形一般是在大涨后的横盘期间 你现在回头一看 这就是一个横盘 但是你处在局中的时候 当你在这个一周之内 四五个交易日之内 你会明显地发现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上涨的态势 所以这种股票往往更多的是装股 这种横股看到这种形态 你不但不应该买 还应该卖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量价关系 决定了上涨扩张形态以后 所出现的不同的结局 我们最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个特殊的案例 次星股 为什么我把它作为特殊案例 因为次星股的次星 它的特点是小 所以它其实你说它像装股 它也没经过大量的建仓 但你说它像一般的股票区 发现它的量价关系 大家看 它在这一段里面出现了多个扩张形态 但是它下面都没有出现 大量的放量缩量的态势 它不需要量的 因为它的盘子太小 纯博弈 简单一点讲 这个股票如果出现这种形态 没有成交量 你完全看它的位置是高 如果是高位 那你小心一点 第二呢 估值 就这个股票便不便宜 你还是要看它的公司的 大家看看这个股票最后的走势 最后的五个跌停 大家看到吗 这才是惊人的 在这五个跌停之间的走势 没有任何的信号 而在这跌停之前的三天 还是个扩张形态 下面的成交 你说它缩得很小 也不算 很大也没有 温和的量 形态很漂亮 突然之间点停五个 怎么办 但我想这个公司 一定是在一个高位 第二呢 这个公司如果你看它 我们看到的市盈率 我打开F10的市盈率 差不多是一百多倍 所以这完全是靠 你自己去判断它的风险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 上涨扩张形态里面 有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形态 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说 它的结论完全是不同的 今天我们追逐 例子 请不吝点准 当り proceeding 非常值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